许多司机去加油站的时候都会特别豪气的跟工作人员说加满 等工作人员加到跳枪之后 甚至还会为了凑个整数方便给钱 让工作人员继续往油箱里加油 殊不知为了凑这个整数你可能会连命都搭进去 先来看看你的油箱是怎样的 一般情况下在说明书上会注明油箱的安全容量 但这并不是油箱的实际容量 实际容量往往比安全容量多出一程 这是为了避免因汽油因热胀冷缩而导致体积变化准备的 同时汽油又有一挥发的性质 如果是密闭的油箱当温度过高时 汽油可能会因为挥发出的气体增多导致箱内气压增大 甚至可能导致油箱爆炸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一般油箱的顶部都会开个孔来通气 如果油箱加的过满一方面会导致汽油从通气孔冒出 而由于汽油的挥发性质遇到明火可能就会燃烧 当你不经意间抽支烟也许就会让你的爱车着火 另一方面当油箱内满满的都是汽油时 会导致通气孔阻塞 箱内汽油为发动机供油后 就会产生负压阻碍汽油继续为发动机供油 当这种情况到达一定的程度 最终造成汽油供应不上车子就会熄火 所以加油并不是越满越有安全感 一定要在安全范围内加油 否则油浪费了是小事 出了事故那就得不偿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